所以依依 但是你现在还是很期待 谈恋爱 对 因为其实还是 还是觉得还是可以谈恋爱啊 只是那个择友的条件 就会跟以前要结婚的条件不一样 因为以前要结婚 我们可能就会想比较多 就是适不适合组成家庭啊 然后经济状况啊 还有就是跟小孩的教养方面 什么的你就会想很多 那如果你现在只是要找另外一半 你没有要再跟他 就是一定要再生小孩什么的 然后你就可能就会觉得 可以找一个就是真的单纯 你觉得看了很喜欢的 就网友们最近流行一句话就是 你不要因为人家对你好 你就喜欢人家 因为对你好这件事是可以装的 但是帅是装不出来的 所以要挑就是要挑帅的 以前大家都说不要挑帅的 对 意思就是说 当时结婚那个时候 小时候长得平常一点 应该比较老实可靠 没想到最后还是出状况 不如一开始就挑帅的 对 很多网友会这样讲 就是你不要想这么多 你就是挑一个帅的 至少你在吵架的时候 看看他的脸 你还会觉得气会消一点 因为看到他那张脸 你看一看就会觉得 赏心悦目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 蛮有道理的 所以现在就挑一个 你觉得顺眼 或是你喜欢的那个外型 然后个性不要差太多的 其实就OK了 请教一下Amanda老师 依依适合什么样的伴侣 然后她的恋情 什么时候会来呢 好 我们看依依的星盘 依依太阳在水瓶座 上升双子座 月亮在巨蟹 然后这个金星 因为感情嘛 我们也看金星也在水瓶座 确实依依就像刚才她讲的 第一一定要长得帅 这个是基本条件 但我觉得帅 是很主观的定义 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个 在依依的星盘 她其实喜欢那种 有一点强势 最好像那种霸道总裁的感觉 真的耶 要壁咚就对了 对 没错 壁咚要两只手一起上的那种 然后可是在一段恋爱关系里面 你其实有时候也会喜欢去管对方 这你可能先知道 这样的一个状况 再来就是刚刚依依虽然讲说 我只想找个谈恋爱的对象 对不对 但我要这样讲 她要找个谈恋爱的对象 比找结婚对象还难 如果我们说找恋爱的对象 有这个一到十分的话 这个难度 一一的难度应该是十三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对 因为一一今天讲 她有两种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要求 第一个她会希望对方是那种 很有想法 很有视野 跟她相处之后 我能够激发我一些新的想法 视野 带领我到另外一片天地 这样的一个对象 就是独立的 有没有很有独立性 这个你会喜欢 可是另外一方面 她又会希望这个对方 是要很包容我很浪漫 好 当我有需要的时候 她又能够马上出现在我身边的 好 差不多就是那种 偶像剧里面会出现的对象 这个样子的 然后你又不跟人家结婚 没有 我没有说不结婚啦 只是说 现在挑对象就没有这么 就是比较会放宽了 对对对 不过因为一一的星盘特质 有时候我觉得你 其实外表跟人家 好像是那种非常这种 就是当然是很美丽 好像很无所谓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心思细腻的人 因为上升双子 有时候她看很多东西 其实她看得很细的 然后呢 她只要真的投入感情的话 她就会自己去越陷越深 这是一一的特质的 所以我这边会提醒你喔 就说你在找恋爱对象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自己这个盲点的话 其实你比较适合真的是 要嘛就是外国籍 或者是两个人 可能因为她的工作 或者一些性质 你们是有时候 可以分开一段时间的 这样子对依依来说 反而她会比较享受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的 恋爱关系 恋爱的感觉 觉得你还蛮适合 我们Keybo老师 我们一个礼拜才见一个 Keybo老师在哪里 真的 真的 Keybo老师很有才华 这一点我可以 这个有才华 也是依依欣赏的 我们摄影师也是一个礼拜才见 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依依的流年 因为她现在好想谈恋爱嘛 我现在讲 你在今年的十二月份 跟明年 明年差不多三月份左右 这段期间 其实她有 可能她会心动的桃花出现 她一直不缺人追 但是这段期间呢 你如果真的好想好想谈恋爱 你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今年的年底或是明年差不多三四月这个时候 但是我更要提醒的是 其实依依她的这种心盘流年 这两年工作事业运非常漂亮 所以我会建议 与其你一门心思放在谈恋爱 我会这样讲 不如我们先好好经营自己的事业 因为以现在你的条件 当然你可以选择很棒的对象 可是当你如果有更好的一个事业基础 你对自己更有自信 你的底气更高的时候 那时候你的一些想法 一些事业可能又不一样了 那时候可能更能够找到 适合你的一个好对象出现的 所以我觉得先拼事业可能更实在 对真的 因为我恋爱脑 如果我一谈恋爱的话 可能就会就什么都不管了 可以吗 就听到老师这样子分析完命盘之后 可以说好 我把感情放一边 我用心拼事业 还是没办法 对 好像还是很难 当帅哥来的时候又 对 但是也不是真的要多帅 就是看着顺眼的就好了 但是就是 我在场摄影师 你看一下哪一个是顺眼的 很帅 都很帅 都很有套色 对 一 要不你就现在 你先享受那种暧昧有没有 就是好像有一点有人追求我 我也有一点享受其中这种暧昧状态 但是不要真的一股脑的 这种孽爱脑的投进去 然后还是把一些心思放在事业经营 好 当我们觉得真的是 你知道更有经济的实力 你会更有底气来面对那些追求者的 好 加油 好 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